花哨城隆散到围攻讨伐 要是这点内核不够强 但没有清晰的逻辑思维 真的会被抱团的欺负死人 夜谈会上 一场针对城隆的批斗开始了 周解善花哨慈禧 猴哥也为慈禧垂帘听证时 身旁站着的大太监李连英 事情起因是 旅行中有一个滑翘散的项目 猴哥个人呢就很想玩 但因为预算有限 只能有四个人玩 当时倒了猴哥也发话了 不想玩滑翘散的 丢去附近逛逛集市 这样大家各自欢喜 本来还好好的减掉破冰大会 开红不瞬间变脸 说完滑翘散的时候 希望玩的人在高空时 其他成员能像家人一样 在底下等着他们迎接他们 哪怕不去跳伞的那三个人 到四个人 我觉得全程是可以陪伴大家一起的 想想你从上面滑下去 但下面有你的家人的见证 是什么 见证你滑翘的那一瞬间 因为其实我跳伞的时候 我家人就在下面守着我 他是玩爽了 还想让没玩的人给他拜的观众 提供更多情绪价值 陈浩刚想说话 周慈禧就开始帮腔起碰 他一般是从基地开车上去 然后上面滑到基地 是的 你的包手机都会存在几个大街 他已经下来 说到镜头上 猴可还表示 哪怕你牺牲去美式广场 陪肉玩玩呢 然然的团魂不就来了吗 哪怕是可能牺牲大家去美式广场 但是我觉得大家一起 去参与这个事会更 更然 要团魂没错 要团魂也可以牺牲滑翘散 一起去逛集市啊 还不至于钱不够 不至于让别人干不想干的事 强行团魂呢 这会儿郝姐没反驳什么 她表示赞同 既然你那么想 让我们所有人都参与的话 那我们大家就都配合一下 那我们就都参与一下 没想到猴哥就有点破房子 说哎呀 我不是强迫大家这样 巴巴一堆 反正话里话外 就觉得陈浩 影响团队没团魂 面对猴哥造诵绑架 陈浩姐摆出以下三点 第一 我知道你们钱不够 我也知道你们俩的钱不够 所以我觉得没必要 第二 说实话在底下等几个小时 体验感也不是很好 其实在底下等的那个人 也没有那么好的体验感 第三 既然你不满意 为什么你安排的时候不早说呢 为什么不早说呢 就在我们吃饭饭的时候 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说呢 随后 现在对猴哥想要的迎接的感受 表示理解与赞同 再把话拿到明面上讲开 你这样说会让我觉得有压力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不合群什么的 你想追求的那个东西 我也很理解 我这人就很直接 我有什么我就说什么 但是你这么说了呢 你就会让我觉得 哦 那我不在上面这样的迎接大家 会不会有点不合群了 这集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 猴哥没想要成好这么会抓重点 头脑清晰 还这么直接 瞬间招架不住了 眼看猴哥快被抵抗力了 周姐一马开枪 一上来就翻旧账 拱火 猴哥讲完 周姐街上一个逼一个抓马 说因为跟成好施朗送的事 搞得自己心里不舒服 搞得我们就有点害怕 就比如施朗送那次 我觉得我们 这个事我也想说 就那天晚上我也有点不舒服 反正这一场批斗下来 周姐又帮抢猴哥 又顺势成为了 为弟弟鸣不平的公正角色 随后再美美点身 遇到这样性能的人 你怕不怕 现在也不好的人面对他 怕是早已崩溃 憋序的无处发泄 头脑乱作一团 准备先到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